第171章内台战 2 花响龙迫不及待的问道 胜负如何 才开始 哪里分得出胜负啊 心儿道 估计的打一两个时辰吧 毕竟都是大宗师呢 其实 他不懂武道 完全是在瞎猜 李公子他 应该能赢吧 花响龙似是在自言自语 又似是在等待着心儿肯定的回答 心儿无比坚决地点点头 当然啦 那可是文武无双的少年大宗师勒 这也是瞎猜的 当然是为了安慰自己姑娘的心 这一两日 长城中关于两位大宗师决斗的事情 传得沸沸扬扬 关于各大赌房的赔率 心儿是知道一些的 都很不看好李木公子 所以他都没有告诉花响龙 小姐 你不会真的是喜欢上李公子了吧 心儿笑嘻嘻地调侃 转移话题 花响龙面色一红 道李公子他诗文武道皆无双 我就怕我配不上他 虽然是风光无限的青楼铭记 被无数人追捧 平日李清高又气傲 但有何尝不是一种自卑的表现 任何一个青楼铭记 不过是以颜色诗人而已 青春落美的时候 可以光滑万丈 但年老色未衰时 便已经是门可罗雀 名声好不了 终究是男人的玩物而已 许多铭记 清高而又骄傲 为了一些原则和底线 宁死不屈 但这种骄傲 又何尝不是为了掩饰保护内心的深深自卑呢 花响龙就是其中典型 那日一别之后 他在闺房之中反思 越想 心中越是觉得惶恐 因为 他发现自己除了这一张脸蛋 以及跟武 别无所长 这样的女人 一抓一大把 又如何配上的那样一位名栋长安城的少年英豪 女儿心思 如诗如画 如梦如雾 最是多愁善感 亲儿气鼓鼓地道 小姐你说什么呢 像是你这样多才多艺 又倾国倾城的女子 长安城里再也找不出第二个 你何必妄自菲薄你 我看啊 李公子是喜欢你的 他看你的眼神 都不一样呢 说话间 白轩妈妈进来 却是来陪花享荣的 姑娘放心 我已经让人盯着天剑舞馆中的情形了 一有消息 定会第一时间传来 如今 白轩妈妈对于花享荣 也非常上心 从文圣斋的角度来讲 他当然是希望李牧赢的 还不够啊 还太弱 李牧身形如垫 一拳轰在了四棱骑长剑上 这一拳 蕴含层层叠叠的力量 李牧对于肉身之力的发力技巧 已经到了一个无比高明的境地 只是一拳触碰的瞬间 恐怖的力量 犹如大海狂涛一般 一冲一冲地轰击出去 连绵不绝 天剑上人面色一红 长剑差点而脱手飞出 一惊之下 他浑身火焰泪气呼啸 左手按住长剑的剑肩部位 双臂发力 但却无法抵御这样狂暴的力量 身形不断地后退出去 双脚在擂台地面上 离开两道长长的痕迹 石屑纷飞 虽石乱剑 足足退出20米 他才在止住了身形 然而 李牧如影随形 同一时间到了天剑上人的跟前 又是一拳轰出 天剑上人丧失了先机 避无可避 只能应接 轰 恐怖的力量再度爆发 天剑上人像是沙包一样 直接被轰出了擂台 什么 怎么可能老牌强者 不堪一击 李牧还未动用内气 已经如此强悍 这 简直是他妈的怪物啊 周围一片惊呼声 这样的场面 实在是太出乎所有人的预料了 各大赌房赔率之中 原本应该是会占据上风的天剑上人 在年轻的后背李牧面前 竟然完全被压住 犹如打沙包一样 被轰出了擂台 到底是天剑上人 明不复时 还是少年大宗师深藏不露 广场之上 一片又一片的惊呼声此起彼伏 像是海浪潮起潮落一样 倒是观战台上 大部分大佬们的表情 依旧淡定 开天神剑张成锋甚至还面带微笑 丝毫没有担忧自家老祖宗的意思 知府李刚 明如山等人 意识面无表情 天剑上人号称天剑二字 一身本事都在剑上 此时天剑还未出手 明镇长安城的玉剑是还未施展 离分出胜负还早着呢 在他们的眼中 李牧表现出来的实力 固然比想象之中的强大一些 但这很正常 进入大宗师之境 如果连这点实力都没有 算什么大宗师 只是 李牧能够维持这样的攻击多久 肉身力量的爆发 意识极为消耗体力 便是大宗师 也不能长久吧 如此消耗下去 天剑上人还未败 李牧就已经自己把自己拖垮了 半空中 天剑上人的身形 突然消失 化作一道剑光 一闪 便又重新回到了擂台上 与李牧拉开了距离 天剑三十六式 天剑上人浓眉耸动 动了真火 一行长剑在胸前一定 悬浮起来 他双手虚拢 掌心隔空对着剑柄 赤红色的内气爆发 似是双手中握着一轮红日一样 强大而又恐怖的气息 顿时爆发开来 瞬间 四棱一行长剑 一分为二 二分为四 四分为八 八分十六 瞬息时间 天剑上人的身前 密密麻麻无数道掌剑 幻化出来 暴剑是 杀 天剑上人叙事完成 双手往外虚推 漫天的赤岩长剑 犹如狂风暴雨一样 朝着李牧席卷绞杀 他面色猙獰而又凶狠 这 才是他真正的力量 天剑十六式 在他的手中 仿佛是有了生命和灵魂一样 观战台上 贵宾大佬们 纷纷露出震惊之色 好一招报见识 天剑上人比之二十年之前 强得太多 一位曾经和天剑上人交过手的大宗师木舍金芒 有所触动 然而 位台上 李牧却是面色淡然 风云六刀 拔刀斩 李牧依旧维持着真武拳起事装弓的姿势 右手朝着左胯位置下探 手肘内弯 坐手刀撞 整个人的身形 微微一顿 似是长刀入翘一样 然后猛然朝着右上方画起 则是拔刀姿态 瞬间 一刀斩出 整个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空气之中 刀鸣鸣鸣之音响起 随着李牧这一技手刀斩出 一柄长达三十多米的刀器幻影 切入到了爆剑时的见光风暴之中 空 气爆之声 震耳欲聋 连绵不绝 刀器幻影如热刀切牛油一般 将爆剑式的见光风暴领域冲中间切开 无数剑刃破碎开来 仿佛是剑射的碎刃一样 朝着四面八方击射 唯有李牧面前 如一片真空 刀器蒸蒸而鸣 剑光难以侵入 这一剑 算是破了 天剑十六式 次剑式 天剑上人面色不变 悬浮在身前的四棱骑形长剑 微微震动 他的掌心 猛地推在了剑柄之上 长剑化作一道流光 朝着李牧直刺过去 这一剑 却与爆剑是那种铺天盖地式的习杀截然相反 其中最强的力量于一点 瞬间爆发 一剑刺过来 要一点破面 哈哈哈哈 好 李牧见烈欣喜 他答应与天剑上人的约战 自然是为了魔力己身 天剑上人表现得越强 他心中就越是兴奋 天剑十六式越是精妙 他就越是高兴 因为 可以通过窥探对手招式之中的奥妙 来提升自己 指上得来中觉浅 觉知此事要功行 想要在最短的时间里提升自己的武道实力 就必须亲自体会那种招式的威力 风云六刀 闪电斩 李牧大笑 依旧是右手偏指如刀 姿势微微一顿 然后一刀斩出 刀器幻影再现 不过这一次 刺棱一行常见与刀器幻影撞击之后 于是不衰 欺如李牧身体一米之内 但李牧早有准备 闪电斩的肉掌 斩在了剑身之声 宛如金铁交明一般的声音传出 刺棱一行常见嗡嗡嗡震动着 旋转倒飞 朝着天剑上人咋去 天剑上人面色一变 身形移动 反手握住剑柄 瞬间见身上巨大的反正之力 如山鸾崩催一般压来 让他几乎握不住自己的兵器 身形倒退出去 而李牧也没有趁此反击 他的右手小指和食指 破开肉掌一滴滴的鲜血 在掌缘流淌出来 我这柄天剑乃是天外云铁炼制 无坚不摧 你竟然以区区肉掌对抗 真是不自量力自己找死 天剑上人看到李牧手掌出血 扬眉冷笑起来 李牧举起右手 对着手指破损处 轻轻一吹流淌在掌缘的血迹 竟是被他重新吹回到了伤口处 然后肉眼可见的速度 伤口愈合了 连一层伤疤都没有 他咧嘴笑道 老人家少见多怪 我这只手掌 当年摸过红领巾 扛过少先对齐 带过三道杠 啪 就是我最强的武器 打碎你那天外垃圾铁柱 就在老年拐棍 是迟早的事情 子鸭子嘴硬 既然你坚持不用兵器 那休怪我无情 天剑上人根本不知道 李牧在说什么 但这并不妨碍他要将 李牧斩杀的决心 那期运转 天剑十六式再度爆发 第172章战斗 结束得太突然 李牧果然是不用任何兵器 依旧以一双肉掌对敌 风云六刀是他独创的招式 如今也就完成了拔刀斩 闪电斩两招而已 凭借他强横的肉身之力 爆出的劲气 堪堪与天剑十六式对抗 而其他未完成的四招 只是雏形 用来对付天剑上人 还嫌不够 所以 他依旧是以这两式刀法对战 实在变缓不及 便是一拳轰出 真五拳的第一式冲天锤 发力最猛 一拳之下 任天剑上人的剑招如何轻奇霸裂 都会在这一拳之下 消敏于无形 激战正憨 两人都是硬桥硬马蒂对撞 纯粹力量杀招的比拼 打得犹如火星撞地球一样 卫台中围广场上 一阵紧似一阵的惊呼声 惊叹声 此起彼伏 宛如潮起潮落 所有舞者们都被狠狠地震撼了神经 瞪大了眼睛 生怕错过任何精彩部分 这种级别的战斗 对于他们来说 简直就是魔神大战一样 和神仙打架没有什么区别 简直颠覆了许多人对于舞蹈的认知 让他们第一次意识到 原来舞蹈修炼到大宗师境界 是如此可怕 观战台上 各方大佬的表现 并不一样 开天神剑张成风面色依旧轻松 但却也难掩惊讶之色 知府李刚的心中 却在想着之前李牧说过的话 红领巾 少仙队 三道杠 这是什么 从未听说过 难道是某些上古年间就已经隐世大行宗门 莫非这个孽子消失八年 是得到了什么了不得机缘 宁如山倒是神色平静 无喜无悲 倒是他身后的宁静 冬雪夫妇 则是紧张到了极点 生怕李牧出什么意外 渐渐的天剑上人的天剑十六是已经从头到尾施展了一遍 就连其中最厉害的玉剑事也都爆发出来 在李牧的身上留下了一些伤痕 但却只是皮外伤 并未伤及到骨头 更别说是脏气内斧了 而让天剑上人越打越心惊的是 李牧的肉身恢复能力 实在是太恐怖了 不过是几个呼吸之间 他身上的伤势 就会愈合 皮肤表面留下一个淡淡的白色印痕 且也会很快消失 简直就像是一个打不死的怪物一样 又过了一炷香时间 天剑上人第三遍施展玉剑事 等一等 李牧突然抽身后退 脱离了战场 在擂台边缘摆手 天剑上人剑事一顿 这倒并非是他有意给李牧喘息之机之 也不是他真的高风亮节 而是因为连续高强度的催动天剑十六是 内气消耗巨大 他也需要稍微喘息恢复一下 所有人的目光 都投射到了李牧的身上 怎么 要认输了 还是说 要出杀招了 就看李牧解开上身衣扣 将外袍和上身衣物 都脱了下来 露出了犹如刀削腐砍的玉石一般的精状肌肉 呲牙一笑 道 热身完毕 我要光着膀子打了 不然 衣服都被你这个老小子弄烂了 又得换 说着 他将脱下来的衣物 从胃台上丢下去 正好丢在了一脸猛逼的脑残粉雷音音的怀里 帮我保管一下 李牧道 雷音音只觉得一股微微带着男人捍卫的奇异气息扑面而来 仿佛是体内的热血 也被点燃了一样 顿时兴奋地大吼了起来 李牧哥哥放心 就算是我的真操丢了 你的衣服也不会丢 天啊 旁边的同伴们都捂住了脸 不约而同的和雷音音拉开了一些距离 别看我们 我们和这个疯丫头不认识 丢人呀 李牧在擂台上哈哈大笑 转身朝着天剑上人走去 天剑十六世 你已经施展了三遍了 被我完全看透 如果没有什么新的变化的话 今天 你要输了 他活动着身躯 骨节中发出噼里啪啦的爆响声 玉石一般的肌肉 快蕾分明 在皮肤之下运转 脊柱耸动发出轰鸣 其内似是锁着一条巨龙一样 诡异到了极点 天剑上人面色凌厉 黄口小儿 大言不惭 呵呵呵呵 李牧笑得很可耻 就像是一个超级大反派 道 你可别不信啊 刚才 我只用了五成的力量呢 不然 你早就倒下了 天剑上人瞳孔皱缩 虚张声势 话音未落 一个砂锅大的拳头 已经在他的视线之中 越放越大 越放越大 横剑 运气 封剑式 这是天剑十六时之中 防御最强的仪式 之前 已经挡住过李牧的多次轰击 然而 这一次 不一样 天剑上人的剑式刚成 拳头就轰击在了剑身之上 一股佩然默域的力量 瞬间就摧毁了一切 天剑上人怒吼 反击 无济于是 恐怖的力量让剑式崩溃 顺着四棱长剑 瞬间就侵入到了他的双臂 咔嚓咔嚓 骨头断裂的声音响起 天剑上人握剑的手臂 仿佛是折断了的枯木一样 以一个触目惊心的角度 弯曲折断了 什么 天 这 败了 四周山呼海啸一般难以置信的惊呼声 原本还算是均衡的战斗 胜利的天平瞬间朝着李牧倾斜 这样的变化来得太突兀太突然 让每个人都难以相信自己眼睛看到的 光着膀子的少年大宗师 怎么好像是解开了什么封印一样 如此可怕 这一拳是七成力量 李牧站在原地晃了晃拳头 给你一点喘息机会 运气疗伤 下一拳会是八成力量 他的笑容 在所有天剑武馆的弟子眼中 宛如恶魔的宁笑一样 观战人潮中 又是一盘惊呼 真的这么强吗 不是说 李牧出入大宗师之境 这才是他真正的力量 不会是先天吧 潮水一般的议论声呼啸澎湃 好 够嚣张 够强势 哇哈哈哈哈 李牧哥哥太有个性了 我好崇拜你啊 雷音音在下面尖叫 擂台上 天界上人浓郁如火焰的眉毛 内气运转 治疗受伤的手臂 李牧的力量 乃是纯粹的肉体之力 因此不会有毅力残余在断臂处 大宗师之境的修为 虽然不如李牧那样夸张的恢复愈合之力 但速度也是极快 后背 你太嚣张了 片刻 天界上人断臂大致恢复 已经可以握剑 他冷笑到对敌之时 如此狂妄 你会为你的行为付出代价 李牧哈哈大笑 一拳就将你打死 未免太无趣了 既然你准备好了 那就他身形移动 轻身术施展到极点 犹如鬼魅一般 瞬间到了天界上人进前 毫无悬念地破开了其防御内气玉场 一拳轰出 那就继续开打八 这一拳八成力量 天界上人眼眸之中 木翼如火燃烧 这种被轻视戏谑的感觉 他有多长时间没有品尝过了 该死 不可饶恕 切剑是 刺冷一行常见 闪烁火焰之光 封在李牧的拳头上 顺势一隐 然后见金向下 须刺向脚下的地面 空 脚下的轻蚀擂台 剧烈地震动 出现了一道道的裂纹 裂台表面上的一些竖法阵纹 极昼地闪烁起来 然后寸寸断裂开来 所谓的卸剑是 如借力打力或者是卸力类似法门一般 是将敌人的力量 导入大地 但这临时修筑的擂台 哪怕失请了城中的术士加持 又怎么挡得住李牧一拳 加持阵纹瞬间被摧毁 十几米高的擂台 已经是摇摇欲坠 即便是如此 谢剑是也不能完全卸掉李牧这一拳的力量 天剑上人勉强支撑了一瞬 然后面色潮红 张口喷出一口鲜血 整个人又被轰得倒飞了出去 手中的那柄天外云铁锁住的一型四棱长剑 已经弯曲成为了九十度 剑身上布满了裂痕 李牧并未追击 他的脸上略有失望之色 这就是你诈死二十年修炼出来的实力 太弱了 真是 很让我失望啊 只能陪我热身而已 这不是在装逼 因为李牧确实没有打尽性 看来天剑上人的实力 还不足够成为一个标志 让李牧真正亮清楚自己站立的上线 天剑上人被轰出擂台 但却在半空之中 一个诡异的旋转 隐生生地折回来 落在了擂台上 他面色潮红 嘴角鲜血溢出 胸前一片血刺 双手已经是劈开肉掌 食指上的皮肉几乎完全被震成为泥 露出了已经带着淡淡灰败之气的骨头关节 仿佛是腐朽了的骷髅一样 天外陨铁打造的四棱异形常见 弯曲如弓 已经废掉了 天剑上人大口大口地呼吸 废像是一个破烂风箱一样 状态很差 李牧摇摇头 道 你让我真失望 天剑十六式的秘籍 拿来吧 实际上天剑十六式的大部分招式奥义 他已经从与天剑上人的对战之中 已经窥探了解到了 但有密集在手 应该是可以揣摩到更深一层的武道秘密 中围 广场上 一片寂静 战斗 结束得太过于突然了 第173张万雪丹 原本有来有回的场面 在李牧脱光了膀子之后 失去平衡 天剑上人的天剑十六式不知道施展了多少遍 却不能压制李牧 反而将自己类号的够呛 而李牧脱光了上衣之后 只不过是两拳而已 天剑上人就重伤吐血 这一幕 何其悲哀 无数人仿佛都看到了一个老牌大宗师武道神话的破灭 又仿佛是看到了一个新的传奇的诞生 武林江湖 后浪推前浪 总会有老的传奇殒灭 有新的传奇诞生 没有人是永恒的主角 时隔二十年 天剑上人实力提升巨大 却依旧不是李牧的对手 李牧此此 羽衣已封 天剑已经是大宗师巅峰的战力了 李牧却轻松击败了他 且号称没有用权力 这莫非他已经是先天境界的爵士强者了 李牧 不可招惹这一次观战台上终于不再是沉默一片 来自于各大势力的大佬们也都开始交头接耳 极为震惊的样子 蔡芝杰周一灵等军中的强者 念色凝重 李牧的拳法让他们产生出一种无力之感 完全找不到破绽 根本就是依靠强横的力量 直接碾压 知府李刚若有所思 到现在为止 这个孽子 还未展示出他数法修为 也未暴露内气 难道是还存着底牌 大将军宁如山的脸上 闪过一丝轻松之色 心中已经开始计划一些事情 不管如何 数子宁进取了李牧身边的丫鬟 这件事情对于冥府来说 都是一个有力的讯号 而天剑武馆的弟子们 则是一个个都面如死灰 他们这些年 在城中嚣张惯了 可以说是横行霸道 仗的就是天剑武馆的事 而天剑武馆最大的底气来源 天剑上任 此时却被打得吐血 手掌几乎废掉 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开天神剑张成锋 面色阴沉了下来 他虽然并不慌张 但李牧的实力 还是让他感觉到一阵阵后怕 相当日 如果因为张吹血之死 他丧失理智 不惜一切代价要截杀李牧的话 现在包括他在内的天剑武馆众多长老 只怕事都已经凉了吧 早知道 不该招惹李牧 然而 现在彼此之间是死仇 不死不休 去后悔这些事情 已经没有意义了 不管如何 今日都必须杀掉李牧 否则 天剑武馆就算是彻底完了 而同在观战台上的大风商会会长周德道 此时额头上 却是冷汗淋漓 一个具体擦拭着 他心中的后怕 要比张成锋深刻太多 眼见到李牧如此恐怖的实力 他意识到 当日 若不是李牧着急赶往天剑武馆就另外一名丫鬟 只怕此时的大风商会 此时的周家 已经早就化作废墟了 战斗进行到了这里 所有人都认为 胜负已分 包括李牧 这样对决 他期待很高 然而 天剑上人的表现 让他失望 同时 他也在思考 如果天剑上人代表了大宗师境界的最高战力的话 那就意味着 他可以横扫大宗师之境的所有绝世强者 然而 嘿嘿嘿嘿 天剑上人满口是血 冷笑起来 道 还没有结束呢 李牧的眼睛 瞇了起来 怎么 你真的要我打死你吗 天剑无管在地下修建地下迷宫 已活人 活受炼剑 本就是惨无人道的事情 李牧不相信这种事情 天剑上人不知道 甚至这很有可能是从天剑上人时代就形成的恶劣传统 李牧并没有把自己的当成是主持公道的救世主 但是 若天剑上人不知道好歹 那他也不介意将这个满手血腥的恶人 轰成为肉泥 天剑上人哈哈大笑 打死我 脚背 你高兴的 太早了 哦 你还有余力 那等什么 请开始你的表演吧 李牧心中一喜 他心中期盼 最好天剑上人爆发出更强的力量 这样一来 才能真正激发出他的上限 也才能真正起到魔力他己身的初衷 光当 天剑上人将手中的四棱异形长剑 丢到了一边 他的脸上 闪烁着猙獰之色 一颗红色的药丸 从他怀中飘飞出来 这药丸犹如凝聚的鲜血一样 其内有光滑流转 释放出丝丝缕缕的血盲 朝着周围弥漫开来 煞时间 仿佛是湿山雪海一样的血腥之气 飘荡流逸 整个广场四周 仿佛都被染成为血色鹅一般 无数生灵的哀嚎嘶吼 从这拇指大小的药丸中飘荡出来 一种很邪恶 很诡异的感觉 观战台上 有数位修为高身者 包括知福里刚在内 看到那红色的药丸 似乎是意识到了什么 面色微变 周围观战的数万人 对那红色药丸的光芒一照 觉得有一种眩晕和恶心的感觉在心头泛动 感觉极不舒服 那是什么 天剑上人的杀招吗 丹丸 莫非可以增加功力 一阵阵的低呼 来自于凤鸣书院的脑残粉雷音音的心 立刻悬了起来 大吼道 臭不要脸的 打不过就磕药 你 呜呜呜 话还没有说完 立刻就被一边的同伴们冲过去给捂住了嘴 顾奶奶你可省点心吧 别乱说了 最远处 十几米高的天剑武馆大门牌楼上面 安着小马扎 喝着梅子酒 一边喝瓜子一边吃西瓜的雄风馆主 和身边的万年火祭神蒜子 正在很没有道德的将瓜子和瓜皮到处乱扔 老大 我们为什么要爬到这里看啊 有点远 你傻啊 这样才显得与众不同啊 天剑武馆的人发现我们在台楼上乱丢垃圾的话 会不会很生气 如果他们不生气 我还不来呢 礼目很强啊 那是我看上的男人 可是人家没有看上你啊 老大 啊 我呸 神算子你竟敢调戏老娘 我是说 她是我准备拉入火的人选 额 老大 谨慎啊 什么人都可以坑 这个礼目 可别乱坑 你打不过 既没有营养又没有节操的对话 既行到了一半 雄风馆主手里的瓜皮掉在一边 娇俏如萝莉一般的美丽脸蛋上 露出了极度震惊的神色 我低个娘了 那是万雪丹 天剑老鬼竟然炼制了这么邪恶的东西 万雪丹 传说中 用一万个活人心头血炼制的邪恶之丹 是啊 礼目有麻烦了 雄风馆主神色凝重了起来 此丹 乃是老夫取己身心头金血一万滴 乃之而成的万雪丹 本不想今日就用 可是 小辈 这是你逼我的 天剑上人面色争鸣地道 礼目撇嘴 一万滴己身心头金血 骗谁呢 你取一万滴心头血 还有命在啊 何况这所谓的万雪丹 气息邪恶 其内隐隐传出万千声林哭嚎哀求之声 有杀生之气 礼目修炼先天功 对这种气息 更是敏锐 只怕乃是用一种极为邪恶的手段 残害了无数的生灵炼制出来 礼目想起了天剑五管地下迷宫中的一切 那堆积如山的尸体 还有昼夜不停焚烧尸体的焚炉 天剑上人 来路不正 绝对是已经步入了邪道 而实际上 礼目的猜测是对的 天剑上人之所以这么说 只不过是为了给观战台上的一些大人物们 一个台阶和交代 万雪丹邪恶 一旦真正曝光其来历 会引起别人众怒 名声就臭了 但话说回来 除了这些目光锐利消息灵通的大人物们之外 其他洋洋数万人 能够看出来的人不多 只要这些大人物们 不要太过于计较 那就可以了 这种事情 大佬们彼此心照不宣即可 今日 就让剑实一下 真正的力量 天剑上人张口 将这枚万雪丹 直接吞入了口中 就好似是将万千挣扎哀嚎的圣灵的灵魂 都吞入到了腹中一样 瞬间 他整个人就像是被鲜血浸染了一样 一层肉眼可见的鲜红色 从他面部肌肤上浮现 然后疯狂地朝着全身每一寸的肌肤蔓延 那是一种很恐怖惊悚的红色 似是由地狱之中冤魂的血液涂抹 带着诡异难言的邪恶气息 而与此同时 天剑上人身上的伤痕 双手消失的肌肤血肉 睡膝之间恢复 原本喷洒在肋台上的鲜血 也像是活了一样 悬浮起来 化作一颗颗的血堤 犹如如燕归朝一样 重新朝着他的口中汇集 李牧没有趁机攻击 而是颇有兴趣地看着 观察着 感受着 他对这种变化很感兴趣 任何的诡辩 都是这个世界武道秘术的一种 都代表着一定的武道奥义 代表一种存在于天地之间的力量形式 都是有一定原理的 存在 既有理 不过 真恶心啊 喷出去的血 竟然重新吞了回去 李牧嘖嘖称奇 广场上观战的数万人 包括观战台上的一些大佬 强者们 看到这样的一幕 都为李牧捏了一把汗 年轻人还是没有经验啊 这样生死约斗的擂台上 天剑上人一看就是在憋大招 竟然不趁机强攻 等到天剑上人真正融合了那枚万血丹的力量 到时候局面很有可能逆转了 他们无法理解李牧的心态 但所有人都可以感觉到天剑上人的气势气息正在疯狂的暴涨提升着 第174章先天之气 那不是一种普通的修为恢复 而是一种跨越式的暴涨 更加诡异的是 天剑上人原本颇显老太的肌肤 赤红色的长发 红白相间的眉毛 都开始变化 肌肤变得光滑 皱纹消失无踪 头发从红变黑 眉毛亦是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 脸型 眉眼 身形都在发生着不可思议的变化 仿佛是时间的红利 在他的身上 正在飞快的呼啸逆流着 他 正在变年轻 时间的力量 李牧惊讶 不可能 时间与空间 在老神棍的口中 是连仙人都无法完全掌握的力量 尤其是时间 堪称是古往今来最大的谜题 任何风华绝代的人物 都难逃时间的诅咒 就算是高高在上的先王神主 都不是永恒不灭的 在时间的力量之下 一切都难逃侵蚀 绝世的红颜 今天的少年 最终都会化作一盆黄土 所谓岁月如刀斩天骄 这个低等舞到星球上 不可能有人掌握了时间的奥义 使他的状态在变化 生机在勃发 气血沸腾 身体的机能在增强 摆脱衰老状态 这是身体机能的一种逆转 体内的能量在增强 强大的生机 让他变得年轻 咦 还能这样 这可就有意思了 李牧很是惊讶 就好像是一个因为饥渴而贫死的人 在得到了充足的食物水分之后 从死亡线上重新挣扎了回来 地球上 曾经有科学家解读过人自然老死的过程 认为是体内能量的流逝 确切地说 是细胞之中能量的缺乏 无法再维持生命所需 天界上人原本已经极为老迈 是因为有强大的修为 所以比一般人活得更久一些 拜身体的衰老 毕竟是大宗师境的修为 无法彻底逆转的 这是自然规律 除非能够有生命质的提升 李牧看明白了许多 如果是生命本质的提升的话 那岂不是 他眼睛一亮 立刻明白到底天界上人的身上 发生了什么 而也在同一时间 观战台上 一些修为精深的强者 也明白了过来 千天 蔡枝杰黑胖铁塔一样的身躯 豁然站起来 失声惊呼 在他身边 军中的诸多强者 大佬们 同样一个个都是面色俱变 知府李刚 眼中闪过一丝微不可查的精芒 手指轻轻地动了动 但下一瞬间 又快速地沉静了下来 眼睛微微地眯了起来 似是在思考着什么 寒山书院的院长铁站 凤铭书院院长 宁府的宁如山 长安城中数位前来观战的成名大宗师 观战台上 这一瞬间 大佬们再也难以镇定 一个个都站了起来 面带震惊 看向了已经破碎不堪的擂台 天界上人身上发生的那种返老环童一样的变化 是一种生命本质的提升 这只有一个解释 他要进入仙天境界了 仙天啊 这长安城中 又要再出一尊仙天了 仙天境 绝是强者啊 开天神剑张成风脸上出现了狂喜之色 他等待这一刻 等待的已经太久了 以至于他忍不住 哈哈哈哈直接起身狂笑了起来 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巨傲和张狂 看到了吧 这才是我天剑武馆的真正底牌 我家的老祖宗 要进入仙天了 而周围广场上 观战的数万人中 大部分还未反应过来 他们武道修为 阅历还不够 所以并未在第一时间都反应过来 但是其中也有一些明眼人 一正之后 反应过来 不由得都失声惊呼 天剑上人临阵突破了 天 今日竟然要见证一位先天的诞生吗 完了 少年大宗师太拖大 没有抢弓 让对手成功突破了 还有机会 李牧 快出手啊 各种各样的声音 在数万人的广场上掺杂在一起 犹如澎湃的江海林涛之声一样 听不清楚到底在说什么 但其中表达的意思 却又如此清晰 一张张表情不一的面孔 此时仿佛是定格了一样 远处 排楼上 神算紫土掉口中的瓜子皮 道 坏了 天剑老鬼真的突破了 先天啊 李牧又麻烦了 这老鬼成就先天 那我们雄风无管 以后岂不是得跪着做人了 千天境界的绝世强者哀 反正老娘我是打不过 雄风管主宛如罗利一般秀美的脸上 表情夸张地一口吞掉了剩下的最后一块西瓜 抹了一把嘴角的瓜汁 他眼珠子滴溜溜地转着 看了看身边的最佳捧根神算子 若有所思地道 你说 我是不是应该赶紧回去把这个管主之位给善让了 免得到时候这老鬼来清算 你们这群混蛋拿我顶钢 你这个管主能不能有点担当啊 担当是什么 能当饭吃吗 哎 所托非人啊 老娘我青春貌美 人见人爱 大好年华还未享受 岂能为你们这群混蛋顶钢 不过 话说回来 你看李牧的样子 莫非是吓傻了 竟然一副喜出望外的表情 莫非是 莫非他根本不惧先天 两个人说到这里 彼此对视了一眼 各自看到了对方眼中的震惊 一口同声地道 不会吧 终于有点意思了 千天静 李牧直面从天界上人身上澎湃着的强大气息 终于感受到了一些压力 千天静乃是一次生命制的飞跃 舞者跨入先天 就意味着打破了生而为人天生注定的种族生命的桎 在天地法则所限定的人的能力范围之外 打开了一条缝隙 是由人向非人从非人向神明转变的第一步 一入先天 天阔地宽 对应舞者来说 进入先天境 便可脱胎换骨 可以获得更长的寿命 更强悍的身躯 更精纯的精神力 一条康庄大道 出现在眼前 总之 身体的各个方面 都会变得很强很强 远超常人 嘿嘿嘿嘿 天界上人难以遏制的得意笑声 带着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阴狠 此时的他 已经彻底改变了形象 变成了一个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的面貌 身体魁梧 方脸 阔口 刀眉 发如黑云 正是他年轻时候的相貌 是一种彻彻底底的返老环童 后辈 你太拖大了 将会为你的大义 付出血的代价 天界上人的瞳孔之中 有剑芒伸缩 浑身澎湃着的气血 然如江海一样浩瀚 如烟可见的红色阴云 缭绕着他的身躯 似是燃烧的火焰 这是先天境界的表征之一 血气如潮 无穷无尽 一个人的生命力 就相当于千百人 李牧勾了勾手指 道 是吗 那还等什么 快开始你的表演 让我见识一下 先天境的力量 到底有多强大 天界上人 猙獰的笑着 说吧 你想怎么死 李牧不耐烦地道 废话真多 大部分的电视剧里面 许多牛逼配角 都死于话多 还是我先来吧 说完 他直接出手 一拳轰出 拳刚如电 拳进如涛 如微如玉 斗大的拳印 空向了天界上人 没用了 已经迟了 天界上人大笑 张口吐出一道剑气 剑光横空 宛如吹散一团 无根浮云一样 就将李牧这一拳的尽力 直接吹散了 嘖嘖 有意思 李牧脸上的笑容 越发灿烂了 果然 此时的天界上人 比之前强了数倍不止 我已经踏入仙天 你我此时犹如凡人与神仙的察觉 现在 我杀你 如同在宰鸡一般 天界上人浑身上下 都澎湃着强大的自信 看着李牧的眼神 犹如猫戏老鼠 残忍且戏虐 李牧战一燃烧 别逼逼 直接来战 他很兴奋 再度出手 身形一闪 直接入闪电一般 侵入到了天界上人的身边 一拳轰出 周围的空气都被这一拳给轰爆了 虚空之中气流塌陷 景象恐怖到了极点 仿佛这一拳将天都打塌了 正是这样的全境 之前一拳就击败了天界上人 然而这一次 天界上人竟是完全跟上了李牧的速度 他不躲不避 站在原地不动 同样一拳轰出 以拳对拳 也是一拳轰出 拳盲之中 带着一股犀利无匹的剑气 仿佛是可以切金碎玉一样 与李牧那种雄魂厚重的拳翼 完全不同 轰 两只拳头撞击 似是隐心碰撞 肉眼可见的气流 似是狂潮涌动 在拳头之间迸发 李牧的身形 晃了晃 然后静止 而天界上人则是低轰一声 面色一红 灯灯后退好几步 拳头上 破开肉战 又出现了血迹 咦 是强了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不怎么样吗 老人家 你好像是自信过头了啊 李牧基俏的笑道 天界上人面色略显难堪 旋即闪过一丝阴狠 咬牙冷笑道 休要得意 不过是因为我出入先天 力量还未完全转化而已 但这也只是时间问题 每时每刻我都在不断的增强着 体内很快就可以诞生出一缕先天之气 你就算是全力挣扎 又能垂死挣扎多久 李牧竟然很认同地点点头 道 这道是 出入先天境 体内的力量 体质的提升 都需要一点点时间来转化 天界上人利用万雪丹突破 到现在 不过才数十息的时间而已 就已经变得可以正面抵挡李牧一拳 若是时间再长一点 将会变得有多可怕 很难估量 然而 李牧却始终不慌不忙 我很好奇 既然你有万雪丹 为何不早吞吃突破 非要等在擂台上 被我狂扁一顿之后 才做出选择 难道是你有受虐狂倾向 还是说 万雪丹其实是有什么缺陷的 第175张 亏是先天 这是李牧感兴趣的地方 如果依靠万雪丹就可以进入先天境 那是否意味着 丹药的力量 也是可以提升武者修为 等于他想要达到破碎虚空之境 又多了一条路线 毕竟 曾经老神棍也说过一些炼丹的法门 如果炼丹可以 那岂不是意味着 李牧自己也可以在这方面 做出一些尝试 天界上人眼眸深处 一丝怒一闪而逝 李牧猜得没错 万雪丹的确是有缺陷的 他得到这枚万雪丹 已经有一段日子 之所以一直没有吞吃突破 是因为这枚丹药虽然要笑霸道 蕴含着棒薄的生机 但已万名无辜者的心头血链就大丹药 其内蕴含着生灵亡死之前的诅咒和怨念 难以炼化 导致吞服死丹之后 有一个严重的副作用 这个副作用很致命 虽然可以助他突破进入先天境 但是却会导致他进入先天之后 潜力却会极少 上限很低 甚至毕生都很难突破进入到天人之境 等于是一单入口 断绝前路 所以天界上人之前一直都在犹豫 他的寿缘不多 卡在先天境的最后一层关爱 始终无法依靠自己的修炼更进一步 甚至不得不依靠吞取原音处子的鲜血 来延缓衰老 但这种行为无异于引证止渴 他自己心中也很清楚 依靠几身突破应该是无望 却还有一丝丝的侥幸 然而今日泪台战 一开始 他小看了李牧 原以为以自己老牌大宗师巅峰水准 完全可以轻松碾压李牧 谁知道 被逼上的毫无退路 反而让他下定了决心 直接吞单 先进入先天境再说 此到临头 好奇心还这么重 天界上人对于李牧的发问 当然不会正面回答 浑身赤光一闪 拳头上的伤势 瞬间恢复 其愈何速度 丝毫不比之前李牧叙色多少 然后身形移动 主动出手 刺剑是 他双手往外一推 一秉璀璨剑光 就从掌心和拢出迸发出来 此时在施展天界十六世 比之之前大宗师境界时 不知道强悍了多少倍 剑芒仿佛是要将虚空如丝 不一样撕碎 哈哈这算是恼羞成怒猛 李牧完全不耸 意识以拳法印出去 催动的却是我心天界的奥义 空空气之中 静气暴翼乱流中似是由金属碎片崩飞 但实际上却是剑芒与剑锋的震荡产生的视觉幻象 这一次李牧后退了一步 天界上人后退了两步 两人拳头上都出现了伤势 这说明两人之间的力量差距正在以一种非一般的速度 在急昼地缩小 李牧想要再用纯粹的力量压制 那是不可能的了 哈哈哈哈 天界上人大笑 李牧感觉到了 这就是差距 少年大宗师的故事 今日画上句号 他感觉到身体状态前所未有的好 再度出手 天界十六式搅动风云 进入先天之境后 再施展同样的招式 威力却是不可同日而语 虚空之中 剑气纵横 互生互灭 宛如雷霆 又如流光 李牧凝聚心神 全力硬敌 轰轰轰 恐怖的气暴声 连绵不绝 两位强者的大战 这个时候 终于进入到了最白热化的时候 非人般的力量 神仙般的手段 让周围观战者 目眩神迷 即便是观战台上的大人物们 也都被这样的战斗所震撼 天界上人进入先天之境 摇身一变 实力提升了数倍 但李牧彰显出来的实力 亦是让他们难以置信 以大宗师之境的力量 正面对汉出入先天的天界上人 这样的强汉 简直超出了这个世界武道理论的铁律范畴 战斗如火如荼 大片大片的空气炸裂 气流如破碎的透明玻璃一样击射 可怕的力量波动不断的思虐擂台 保护擂台的一些术式法阵 彻底破碎 擂台时机不断的开裂缝隙 整个擂台发出哀鸣 摇摇欲坠 后退 所有人立刻后退 观战台上 蔡之杰等军方强者站起来 大声的喝道 擂台周围观战的人群 也意识到情况不太妙 擂台的阵法已经被阵毁 再难以加持保护 擂台就要垮塌 两大强者的战斗余波不断的扩散了波及范围 如果再停留在擂台站周围百米范围之内 只怕是瞬间就要被波及 死都不知道是怎么死的 人群纷纷后退 惊呼声大片 转眼之间 擂台周围两百米之内 形成了一片真空地带 就算是对于自己的实力再有信心的人 也不敢在这个时候拖大 毕竟对战的双方 一个是出入先天的爵士强者 一个是大宗师静的无敌强者 这是神仙打架 一个不小心 一道鱼波 很可能就会将宗师静的强者直接撕碎 轰轰轰 狂暴的对撞 仿佛是永无停歇 突然 哈哈哈哈 无知小辈 你可上了我的当了 哈哈哈哈 无知大事成也 一声爆笑 天剑上人猛然冲身后退 脸上带着狂喜之色 拉开了距离 停止了攻击 他的身上 有一些伤势 都被被李牧全法剑术轰击出来 但是比之前未入先天时 却要好了太多 浑身火焰一般的内光滑流转全身之后 所有的伤势 一扫而空 相比较之下 李牧的模样要更加狼狈一些 进入先天境界之后 天剑上人的天剑十六是威力更强 已经可以破开他的肌肉皮膜的防御 伤及到李牧的骨骼脏腑 此时 他的双臂之上 一道道刀剑斩过一般的痕迹 皮肉绽开 可见其下白骨 前胸后背 也有伤势 鲜血淋漓 但李牧的精神却丝毫不见萎靡 反而精气勃发 神采飞舞 尤其是他一双明亮的眼睛里 仿佛是有星光在闪烁一样 他没有反唇相机 而是盯着天剑上人 就看天剑上人身上 产生了诡诀的变化 他周身疯狂缭绕的火焰内气 渐渐全部都收敛进入到了体内 原本厚重犹如火玉一般的强横炎气玉场 也一寸一寸地消退 给人的感觉 似乎是他的实力正在挤咒地下降着 渐渐要变得如同普通人一样 但却偏偏 他的身影 给人一种模糊虚无的感觉 仿佛是要融入到周围的光线之中去 而对于实力高深的舞者来说 他们的精神力感知过去 明明站在原地的天剑上人 却似是根本不存在一样 是一片虚无 诡诀的变化 正在持续产生着 李牧眼睛越发明亮了起来 他运转精神力 悄无声息地开启了眉心之间的天眼 别误会 李牧对于男人的裸体 可没有什么兴趣 他看透了天剑上人的衣物 精神力不惜一切代价地运转集中 然后就可以透过皮肉骨骼 看穿天剑上人的身躯 看到一缕缕奇异的能量 在天剑上人的丹田之中孕育 产生 流转 顺着境外轨道 朝着天剑上人的四肢百骸之中流淌而去 太好了 这就是先天之境的奥义啊 李牧的眼睛里 似是有星光流转一样 他那个眉心之间的竖眼 比之当日在闻圣斋中观看花响容月下独舞的时候 开启的缝隙 要更大一些 差不多有两根头发丝那么大了 因此 可以看到更多 威力已经不仅仅是看穿阴雾和墙壁等等 而是可以洞察内气运行 这是他这一两日在感诛向陆氏院落之中 修炼稳固的结果 因为天眼开启时 无声无息 且不易察觉 所以根本没有人注意到这一幕 丝丝奇异的白色阴晕 犹如深秋出尘的雾暗 从天见上人身上的每一个毛孔之中溢出 一股奇异的气息 从他的身体之中 扩散了开来 似仙非仙 那是一种仿佛是脱离众生 不识人间烟火一般的气息 超脱了后天的桎梏 迎来了先天的脱胎换骨 那种白色的阴晕缓缓飘起 最终来到了天见上人的头顶 在其头顶三尺处 犹如花瓣一般凝结绽放 缓缓地张开 形成了三个怒放的花孤朵一样的形状 三花巨顶 这是内气修为到了极致巅峰的征兆 在地球上 也有内加功夫修炼到极致 可以三花巨顶之说 李牧的天眼一直维持着开启的状态 对于天见上人体内气息的运转 变化 看得最为清楚不过 对于他来说 这无疑是千载难逢的机缘 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先天爵士 强者的诞生 看到从后天到先天的升华过程 所有的奥义呈现在眼前 这等于是亏看到了道则的变化 最终 天见上人的头顶 三花巨顶之后 一丝璀璨的火红光束 与三朵花孤朵之中生腾了起来 这一丝红火光束 宛如实质 似是天地初开的鸿蒙之光 让人无法逼世 先天之气 天见上人 竟然这么快 就修炼出来了一缕先天之气 完了 李牧完了 这一次 是真的再无逆转的可能了 先天之气啊 可以秒杀任何后天之力 那就是传说之中的先天之气吗 拥有了先天之气 才算是真正的先天境爵士强者啊 足以碾压一下先天之下的境界 无数的惊呼声 从大佬密布的观战台上传出 第176章得意冲突 真正的高手 都能够看出来 那一缕璀璨的红色光束 正是传说之中的先天之气 先天境强者之所以强大 最根本的还在于先天之气 先天之气 可以斩灭一切后天之物 先天境的全部修炼过程 就是将体内的所有后天内气 磨炼为先天真气 一旦百分之百转化为先天真气 那就可以称之为天人 又是另外一个大境界 所谓万事开头难 对于出入先天境的强者来说 第一缕先天之气 一般都需要花费一些力气 才能修炼出来 而一旦第一束先天真气修炼出来 那其后的先天境界魔力 可以说是踏出了坚实一步 能够在进入先天之境之后 这么短的时间里 就修炼出一缕先天之气 天界上人展现出来的实力 令所有观战的人 都感觉到了震惊 而看到那一缕火红色的凝石光束 逐渐没入到了天界上人的头顶灵台之中 在所有人的眼中 似乎这一场约战的胜负之术 终于在这一瞬间 彻底注定了 天界上人脸上 浮现出一种沉醉迷醉的眼神 他缓缓地抬起双手 仿佛是主宰一切的样子 观战台上 知府李刚的眉毛皱了起来 宁府的主人大将君明如山 脸上的轻松 就没有之前那样明显了 蔡芝杰 周一玲等人高手 还有其他几位大宗师境界的老一辈强者 面色也有些难堪 一位修炼出了先天之气的先天强者的出现 毫无疑问 将会彻底打破长安城如今微妙的局势平衡 格局会被打破 尤其是那几位曾经和天界上人 平起平坐过的大宗师 一想到从今以后 他们就要在天界上人面前陪笑 养人鼻息 这种感觉 就好像是吃了屎一样难受 都怪这个李牧 不知道天高地厚 太过于拖大 竟然养虎为患 是啊 若是他之前 能够干净利落 直接斩杀天界上人 怎么会有这样的一幕 哼 李牧这个蠢货 小人得志 非要卖弄 结果却被天界上人利用 借着压力突破愚蠢 尖天境啊 帝国皇室都会加以优待 不错 一入先天 就可以得到帝国爵位 一生生的滴滴的感慨 不断的暗中叹息着 还有些人已经忍不住 想要拂袖而去了 这个结果实在是太糟糕 原本这场比武的最终胜负如何 很多人都是站在中立角度的 谁赢谁输都无所谓 但谁知道却生出了这种波折 实在是一场比武 催生出一位先天境的强者 这十个方都不想要看到的结果 长安城原本固定的格局 将会因此而打破 到时候 只怕又是一番腥风血雨 哈哈哈哈 诸位 胜负已定 稍后我天剑武馆 将会举办一场盛大的宴席 还望各位都能给我张家的老祖宗一点面子 赏脸参加 开天神剑张成锋站起来 脸上是遏制不住的笑意 大声地道 周围 天剑武馆的弟子们 也都开始欢呼雀跃 一位修炼出了一缕先天真气的先天境啊 从此以后 天剑武馆在长安城中的地位 可就要一飞冲天了 面对着强势的开天神剑张成锋 各方心中就算是再不愿意 但是表面上还是得做足功夫 纷纷附和答应参加宴席 这个时候 哪怕是宴席上摆着的事实 也得去参加 毕竟 因为这种小事 得罪一位先天境的绝世强者 疏为不至 当然 当然 恭喜张管主 从此以后 天剑武馆 将会成为长安城第一武馆了 老夫必定参加 肯定会赏脸 一声声的恭喜和恭贺 昔日姿态并不怎么恭敬的大佬们 此时却都对笑脸相迎 这让张成锋的心中 实在是快位到了极点 忍不住一阵阵地大笑 儿子啊 看到了吗 你的仇 很快就要报了 为父必定将李牧的人头 拿到你的坟前祭奠 张成锋心中念头转动 目光又落在了一边的知府李刚的身上 心中有一个念头不可遏制地浮上来 于是恭身 貌似恭敬地道 知府大人 在下有一个请求 还望大人可以成全 李刚念无表情 道 何事 之前 这李牧为了一个小小的丫鬟 斩我儿子张吹雪 等于是断了我张家的根 我家老祖 机为愤怒 如今一战 斩杀李牧不过弹指之间而已 但我儿子 却不能再复生 所以在下恳请知府大人能够同意 将赶珠向陋世中的另外两名丫鬟 交由我天见无管 我要用他们的人头 来祭奠屈死的儿子 张成锋微微恭身地道 一边的正存见文言 面色微微一变 他是知道 那几个丫鬟 在李牧的心中 分量不小 这个张成锋 真的是心思歹毒啊 这分明是邪果天见上人入先天之境的威势 在这里将打击报复扩大化了 而林庐山旁边站着的冬雪 听到这样的话 确实面色大变 一下子脸色惨白 伸手抓住了夫君宁静的手 不可以 宁静一下子忍不住大叫了起来 这个憨厚的汉子 理解妻子心中的京剧 春草和夏菊 对于妻子来说 宛如亲姐妹一样 且 她也觉得 张成锋未免太过于娇恨了 下意识地喊出来 此地 何时有你说话的地方 张成锋面色一变 神色阴狠地道 退下 宁静是个老世人 平日里唯唯诺诺 少与人争 但此时 却是握着妻子颤抖的手 直接耿着脖子 绝强地道 比武决定胜负 为台上了却恩仇 为何要波及他人 再说 你儿子之死 我也听李牧大宗师说了 乃是他先为了练剑 虐杀了邱毅姐姐 才闭嘴 张成锋立声喝断了宁静的话 转而看向五威大将军宁如山 道 宁将军 看来贵府的家教 并不怎么样啊 一个小小的树出之子 竟然敢在这样的场合大放厥词 造谣声是 呵呵 宁如山面色阴沉 道 我宁家如何教导儿子 还轮不到张管主你来操心 你的儿子倒是教导得好 可是 嘿嘿 宁如山冷笑了起来 话语之中的嘲讽不言而喻 张吹雪可是被李牧给杀了 宁如山的脾气暴躁 是整个长安城都知道的 此人刚愎自用 倔强的像是毛坑里的石头一样 又臭又硬 又好面子 但是 此时他这么说 倒不是真的喜欢这个树出的儿子 也不是在维护宁静 而是在这么多人面前 如何会像张成锋这样的武夫低头 你 张成锋脸上怒意勃发 他想不到 宁如山这个挂着虚名的大将军 在这样的局势下 竟然敢这样不给自己面子 当下冷哼 道 嘿嘿 很好 那宁府从此以后 就是我天见武馆的敌人了 宁如山冷哼一生 面色阴沉 也不再反驳 一尊先天境界的强者 意义重大啊 如果是当年的宁府 巅峰时期 倒也不惧 但是现在 唉 时间流逝 昔日宁家为秦光武帝打江山时候的辉煌荣耀 已经被雨打风吹去 挂着一个武威大将军的虚名 没有兵权 渐渐被排挤出了帝国权力核心层 就算是一尊先天 也敢凌辱了 宁如山心中 也恨啊 张成锋目光阴冷 在冬雪和宁静的身上扫过 然后又与周围其他人说笑了起来 局势一扫之前的阴霾 此时的张成锋 可谓是左右逢源 风光得很 他心中 无比畅快 大风商会的周德道 挤出一脸的笑容 过去陪笑 搭讪 姿态摆得极低 想要与张成锋套近乎 但却被无视 他当初 可是带着人去赶珠像裴里的 等于是向李牧低头啊 张成锋此时如何会看他一眼 这让周德道 无比的尴尬 啊 这种这就是先天之境的感觉 这就是先天之气的力量 我感觉 我可以粉碎一切 哈哈 哈哈哈哈 小辈 真的要感谢你啊 知道为什么吗 天界上人完成了第一缕先天之气的嘴脸 叹息着 睁开眼睛 戏虐的看着李牧 李牧哈哈大笑了起来 不就是借助我全境的压力 锤炼你自己的先天之躯 然后在最短的时间里 修炼出来了一丝先天之气吗 呵呵 不用感谢我 我的名字叫雷锋 天界上人一致 嗯 你看出来了 他自信十足的脸上 终于流露出来一些诧异 李牧一脸的兴奋 道 是啊是啊 我还要多谢你 替我掩饰先天进阶之路 替我解惑 天界上人 为了表示对你的感谢 我决定 明年今日 在你的坟头上 多帮你上一炷香 是的 李牧已经下了杀意 一个先天进的强者 破坏力太大 若是不斩草除根 必定会生出无数的后患 要是躲在背后耍阴谋下黑手 那绝对会是防不胜防 李牧固然不怕 但他身边已经也有了一些朋友 还有一位亲人 却都难以抵挡先天进强者的屠杀 解天界上人也绝对不是什么好鸟 杀了便杀了 第177章一拳秒杀 简直是狂的没边了 你一个小小的大宗师 妄言杀我 哈哈 小子 你这是自取其辱 天界上人冷笑 眼神渐渐森寒 掌心在胸前嘘嘘一拢 那一缕璀璨红艳的先天之气 从掌心之中衍生出来 外化作件的大体形状 李牧一脸的跃跃欲试 他很想体会一下 先天之气到底有什么样可怕的威力 以自己目前的肉身强度 不知道能不能扛得住 但 这毕竟有危险 万一扛不住 虽然希望更清晰的体会 先天之气的威力 但却不能真的去玩命啊 李牧将自己这个可怕的想法 强行熄灭 今日的一切 他都觉得自己的行为 有点像是疯子了 还是先解决了天界上人再说吧 李牧缓缓下蹲 依旧是真武拳起石装弓 但腰身却要下沉了许多 同时双拳拳心向上 收手肘 手臂朝着腰腹两胯的位置 朝后收起 呼吸之间 配合着先天弓 体内的变态力量 完全释放出来 全身骨骼都似是怒吼一般 尤其是尾追 脊柱 头追着一条中轴线 宛如一条咆哮的大龙一样 力量涌动 周围的空气 仿佛是凝固了一样 形成了一缕缕的波纹 朝着李牧汇集 今天算什么 我若想杀 便是一拳轰成为渣 这一战到此结束 李牧咧嘴 雪白的牙齿 犹如一排风锐的刀剑 他的身躯 宛如一张大功 双臂出拳 则是搭在弓弦上的大剑 真武拳第三式 猎天崩 呵生之中 李牧出拳 姿势优美 动作简单 似乎 并无什么威势 而同时天剑上人叙事完毕 急招催动 也出招了 哈哈 小辈 下一辈子 投胎的时候 好好挑选一下吧 不要再遇到老夫 天剑十六式 刺剑式 他的眉眼之中 杀鸡暴涨 双手往外一推 将掌心之中那一缕璀璨红艳的先天之气 化作长剑 直接刺出 正是天剑十六式之中的刺剑式 他只修出了一缕先天之气 因此 最适合施展这一剑 天剑上人心中信心十足 一切尽在他掌握之中 他能够感觉出来先天之气的可怕 足以碾压任何的神兵利器 刺剑式之前被李牧破解过很多次 但这一次将会是无敌的存在 剑光 璀璨如红艳之羊 乍时间仿佛天上双日的光芒 都被这一道先天之气所化的剑光遮蔽 在场的所有人 都感觉到了这一道剑光的可怕 似是可以斩杀灵魂一样 令他们感觉到心灵悸动 灵魂颤力 这简直不是人力可以阻挡的一件 李牧 完了 这一瞬间 几乎所有人的心中 都闪过这样一个念头 然而 也是在这一瞬间 李牧的双拳 导出到最顶端 招式的变化出现 双拳猛然合一 掌心对着掌心 微微一荡 轰 一股奇异的震荡之力 从他的双拳之中爆发出来 这震荡之力是如此诡异 以至于似乎这片天穷 都随之摇晃了起来 观战者们还未反应过来 李牧的双拳之中 又是一次震动 轰 天穷再次震荡 这一次 所有人都觉得视线之中的一切 都好似是剧烈晃了一下 然后 轰轰轰轰 连绵不绝的震荡 如霹雳咸晶 不断地从李牧的双拳之中爆发出来 那一瞬间 千百道震荡之力瞬间被叠加到了峰值 李牧的双拳模糊起来 一道璀璨如荧光汇聚的全盲光束 直接从双拳之中爆发出去 迎上了天剑上人的先天之气次见识 在天穷剧烈的震荡之中 在无数道目光的注视之下 全盲光束直接彻底碾压了红色先天之气次见识的光剑 那种画面 就好像是一根红木树枝插入到了烈焰岩浆中一样 一瞬间就融化了 没错 就是一种融化 而且 更可怕的是 震荡全盲光束于事不衰 直接轰到了天剑上人的身上 穿透而过 斜斜刺向虚空 直接在天穷之中 打出了一条真空拳痕 肉眼可见的痕迹 直接轰入到了天穷高处的云层 洞穿云层 形成了触目惊心的孔洞 一直似向更远处 简直像是摄入到了星辰之中一样 这种画面 实在是语言难以形容 所有人的视线之中 全狠所过之处 其内的一切 都像是被擦干净了的流离一样 要比正常视野之中的一切 更加清晰 更加光明 包括被全风透体而过的天剑上人 以及他身后斜上方数千米的长空 诡异 寂静 整个天剑武馆广场 还有观战台上的所有人 都陷入了寂静 擂台上的战斗 画面定格 天剑上人面色茫然 他全身上下 没有丝毫的伤痕 但身形却僵硬了许多 面色茫然的低头 看着自己的身躯 然后再看向李牧 难以置信地道 你这是什么拳法 李牧收视 真武拳 先人之拳 他道 真武拳第三试列天崩 曾经 刚来到这个世界的李牧 以为真武拳只是炼体之术 并无明显的战斗力 但实际上 这一套拳法 才是真正可以将他一身肉身恐怖力量 发挥到淋漓尽致 并且产生增幅的最强拳术 为求一击必杀 李牧直接施展了第三试 也是他如今掌握了的真武拳中最强的仪式 尖 仙人 拳法 不可能啊 是尖当无此拳法啊 天见上人面色凄苦 我不服 我不服啊 我已经进入先天 为何 为何啊 他振臂狂呼 李牧全身上下 云淡风轻 毫无丝毫的伤痕 亦不见任何的历劫之兆 他理所当然的笑 很装逼地道 这有什么不服的啊 因为你是配角啊 就该有配角的觉悟 龙套跑完了 就该挂掉了 下辈子投胎 好好挑选一下吧 不要再遇到我 今日到此为止 安心地上路吧 说完 李牧用更加装逼的姿势 自以为很酷地打了一个响指 咔嚓 像是有什么上等玉器破碎的清脆响声响起 最后一股轻微的震荡 由这一个响指引起 然后 好似是一片枯叶破碎的声音引起了灭世大雪崩一样 那一道数千米长的银色全横轰击过处的路线 就好使一大块的琉璃被人敲碎了一样 碎裂了开来 化作千千万万银色的碎片 躯空破碎 其中的云层 阳光 蓝天 还有天界上人的身躯 统统破碎 没有鲜血 没有惨乎 没有白骨 亦没有脏气碎片 天界上人 这位新入先天之境的盖世强者 他的身躯 就好像是被涂鸦在玻璃琉璃上的画像一样 随着这种破碎开开裂 化作了千千万万的碎片 然后消敏 消散 最终如薄薄的冰片消融在了阳光之中一样 消失在了天地之间 破碎过后 一切恢复正常了 全恒消失 天还是天 云还是云 风还是风 阳光还是阳光 唯有天界上人 也随着全恒消失了 永恒的消失 他的身躯 他的骨骼血肉 他的精神 他的意志 他的一切 都被可怕的全境给震散了 化作了鸡粉 化作了天地之间肉眼不可见的最原始物质 消散在了这个世界 被抹除了一切痕迹 这就是猎天崩拳法 这就是仙人之拳的威力 这也是李牧如今掌握的最强战力 啊 这一战 真的是收获不小啊 李牧姿态夸张地伸了一个懒腰 哗啦 轻石垒台终于再也无法承受战斗带来的压力 化作了一块块的碎石 如风中风干了的沙雕一样 垮塌了下来 全部都是拳头大小的碎石块 极为匀称 咕噜噜滚开 化作一片废墟 这样的声音 将所有震惊失神之中的人 都惊醒了过来 所有的目光 都投射到了李牧的身上 那是震惊的目光 金句的目光 难以置信的目光 何茫然的目光 千天境修为的天剑上人 一入仙天就修炼出来了一缕仙天之气 就这样 背还没有进入仙天境的后背 用肉身之力的拳法 一拳给活活打散了 就像是一个屁一样 消散在了空中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样一幕 只怕是所有人听到这样的事情 绝对会以为这是世界上最荒诞拙劣的谎言 千天啊 那可是一尊仙天啊 为什么会这样 最后那一拳 似乎叫真五拳 真的是仙人拳法吗 应该是的 因为除了仙人使用的拳法之外 还有什么样的力量 可以仅仅用肉身之力 就将可以将仙天打为鸡粉 新南北四面广场上 数万人呆若木鸡 安静的落针可闻 观战席上 所有大人物的表情 在这一瞬间 凝固在了脸上 知府李刚此时在也没有了之前淡然 他的眼睛里 难以掩饰的是难以置信之色 失态之下 碾断了自己十几根胡须也都没有察觉 微微倩起身 朝着破碎擂台方向看去 而站在他身后的正存见 双目之中一片茫然 所有人之中 表情最为丰富的就属开天神剑张成锋了 第178章个方反应 开天神剑张成锋的心情 前一刻还在九霄云颠狱仙玉死 此一刻已经在碧落黄泉宛如死灰了 他心中冰凉 冒着寒气 老祖好像是 败了 不但败了 还 死了 不可能啊 绝对不可能 老祖是先天啊 进入了先天啊 张成锋心中简直有一种逼了狗的感觉 他茫然的看着左右的众人 之前还与他谈笑声风撑胸到地靠的很近的大佬门 此时却已经都站得远远地 与他保持了绝对的距离 脸上的笑容也都不见 取而代之的是那种比 怜悯和性灾恶祸的神色 是啊 各位大佬们 这个时候 终于都反应过来了 就算是再怎么不可能 但天剑上人是真的挂了 天剑上人一死 那天剑武馆就有了灭顶之灾 因为李牧还活着 一拳轰杀了一位先天境代式强者的李牧 与天剑武馆之间的矛盾 已经是不可调和 谁在这个时候 还敢与张成锋表现出亲密之意 除了是真爱之外 那就是脑袋被驴踢了 之前还是一块香啵啵的张成锋 此时成了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丧门心 之前还欢呼雀跃的天剑武馆弟子们 此时一个个都像是双打了的茄子一样 全都捏了下去 低着头 都悄悄地朝着角落 人堆合阴影中缩去 生怕被人注意到 而一些心思转得比较快的天剑武馆弟子 更是将身上的赤色铠甲脱去 已经朝着武馆外面走去 树倒胡孙散 今次一意 天剑武馆的衰败 是注定了的 张成锋一脸的惊慌和颓废 眼神茫然地看过去 全身的力气像是被抽干了一样 脚下一个猎且 差点而摔倒在观战台上 然而 这个时候 竟然一个扶他的人 都没有出现 几个属于天剑武馆长老坐席的座位上 空荡荡一片 那些个长老们 已经不知道什么时候 离开了 凉风吹来 张成锋一个机灵 他看向知府李刚 这个时候 唯有知府大人 才能庇护天剑武馆了 毕竟 知府代表的是帝国的权力和威严 如果知府大人肯开口说一句话 那应该是可以约束李牧的巴 至少可以保住天剑武馆 不会被赶尽杀绝 知府大人 张成锋面色比枯还难看 转向李刚 就要行礼 李刚站起来 美男子风度张显 气质温润如玉 呵呵一笑 道 张管主 你刚才的那个提议 我想了想 觉得很有道理 你若是还坚持要杀那两个丫鬟 用他们的人头 祭奠你儿子的话 那就去吧 本府不会干涉的 张成锋顿时呆住 不 知府大人 我怎敢 他挤出笑容 还想要再说什么 然而李刚却是直接起身 朝着观战台下走去 战斗已经结束了 本府还有公务在身 先告辞了 在侍卫的陪同之下 这位长安府的实际统治者 头也不回地朝着台下走去 张成锋江在原地 他这个时候 才体会到 什么是真正的绝望 也是在这个时候 他意识到 自己之前的行为 是多么幼稚和愚蠢 竟然用话语去拿捏几对李刚 这不是找死是什么 就算是张家出了一位先天 也就不意味着张家真正具有了去触犯这位锋江大力的虎须的资本 毕竟 西秦帝国不止一位先天 而长安府也不止是一位先天 官府掌握着的先天力量 很可怕 可惜 他当时得意忘形了 竟然说出那样的话 张成锋此时 真的是追悔莫及 郑存健也跟在李刚的身后 朝着台下走去 他此时的心理 很复杂 不知道该说什么好 他最开始做出的那个选择 是不是错了 而且 李牧的实力 到底到了什么程度 怎么越来越看不清楚了 就算是今日 一位先天境的存在 到最后 好像也并没有真正逼出李牧的底牌吧 你留下 李刚突然转身过来 对郑存健道 郑存健微微一愣 玄机明白过来 知府大人这时终于下定了决心 要向李牧释放善意了啊 强响也是 一位可以秒杀先天境界 但是强者的存在 而且还有一些血缘关系 不去拉拢 那才是脑子进水了 毕竟是父子之间 有什么仇解不开 血脉联系 岂十三机长就能真正断绝的 大人放心 郑存健行礼道 恭送大人 恭送知府大人 蔡知杰 周一玲等官方高手 都行礼恭送 天见武馆牌楼上面 两个吃瓜科瓜子群众的身影 仿佛是雷劈了一样 我是不是在做梦 神算子瞠目结舌 对旁边的雄风馆主道 老大 你打我一拳看看疼不疼 砰 雄风馆主一拳轰出 神算子就被击飞 化作一个黑点 消失在了远处 看来不是做梦 雄风馆主活动着自己的拳头 触觉很真实 而第一个娘娜 小木木竟然真的轰杀了进入仙天的天界上人 不管了 就算是牺牲塑像 也一定要将小木木拉入火 什么时候 李木变成小木木了 鼻青脸肿的神算子 鬼魅一样出现在身边 他回来了 雄风馆主瞪眼 道 你管得着吗 啊 这种表情 神算子摸了摸下巴 道 莫非 你们俩已经发生了什么奸情 不对啊 你平日里经常逛青楼 咱们雄风武馆就是被你逛青楼给逛垮的 老大你喜欢的是女人啊 什么时候对男人也感兴趣了 砰 他又被一拳轰飞了 我还会再回来的 空中传来了神算子拉的悠长的声音 而这时 广场中众人的终于都反应了过来 一开始 像是匆匆吸水 然后变成了江河呼啸 最后变成了大海澎湃 无数道各种各样的惊呼声 尖叫声 欢呼声 数万人的声音 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规矩在一起 短短不足十几夕的时间里 席卷了整个场地 天啊 我一定是在做梦 不可能 这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啊 千天静的爵士强者 为何会败 就练出一缕先天之气的爵士强者 在少年大宗师李牧一拳之下 不堪一击 你是不是傻啊 还叫少年大宗师 大宗师能够一拳秒杀一位先天 李牧一定是隐藏了实力 他早就是先天静的爵士强者了 怪不得 整个擂台战过程中 哪怕是天剑上人进入先天 练出一缕先天真气 李牧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的慌乱 原来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 各种各样的议论 在整个广场之中喧嚣 反倒是之前叫得最为响亮的脑残粉雷音音 此时却没有说话 他之前呼喊加油 哪怕是其他人在怎么不看好李牧的时候 他都没有任何的妥协和气馁 此时已经喊哑了嗓子 喉咙里像是火烧火燎一样疼 但这个少女都浑然不觉 他蒸蒸地看着坍塌的擂台废墟上 那个光着膀子 静静地站着的身影 心里突然就没有了那么多的激动和兴奋 猛然觉得 做到这一切 对于这个少年来说 其实是理所当然水到渠成 并不是什么值得兴奋的奇迹 因为 他本身就是他心中代表着奇迹的少年大宗师啊 哪怕秒杀了先天 也是那个少年大宗师 永远的少年大宗师 那注定将是一段传说 李牧像是在发呆一样 站在一块碎裂的石头上 仔细体会了一下 将今日之战的整个过程回味了一遍 这才算是彻底结束了这一战 还是先把衣服穿上吧 他从石头上跳下来 朝着人群走去 喵呜 菊花爆发出一声怒吼 如一道闪电一般 来到了李牧跟前 用头亲密地蹭着李牧的手臂 温顺的像是一只家猫 哈哈 李牧摸了摸他的脑袋 日常吸爆 人群一阵骚动 许多人挤上前来 脸上带着谄媚讨好的笑容 浑然忘记了 在不久之前 他们还一个尽力讨好天剑武馆 还在为天剑上人呐喊助威 还在大声地笑话嘲讽李牧 李大人 我是东城区金钱帮的护法 李大人实力无双 在下九阳李大人神威 一直都是大人您最忠实的崇拜者 我曾日夜拜读大人的诗篇 大人 能否生我为弟子 一个个兴奋而又激动的人 一张张蕴含着不同表情的面孔 都朝着李牧挤来 当然也不敢挤得太过于靠近 冲撞了李牧的威仪 毕竟是击杀先天的存在 相当于是先天了 但是这样一来 兴奋而又狂热的人群 反而是将雷音音等几个奉鸣书院的学生 都挤到了后面 都快要双脚离地了 急得几个人都跳脚 却没有办法 因为 诸位 让一让 李牧笑道 保持着败不内胜不交的气度 这个时候 当然是装逼刷名气的最好时机啊 人群让开 李牧来到了脑残粉雷音音面前 笑道 打完了 还算顺利 哈哈 谢谢你帮我保管衣服 如同老朋友一般的打招呼 最后时刻秒杀了一位先天的他 笑容与擂台赛还未开始之前 和雷音音一起疯狂吹嘘的脑残粉陌生年轻艺人 没有丝毫的改变 第179章秘籍到手 雷音音心里 紧张极了 当李牧到他跟前的时候 他脑海之中 一片空白 甚至忘记了呼吸 啊 他反应过来 连忙把手中的衣服 弟还回去 原本想要说点什么 都忘了 李牧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 开玩笑地道 怎么样 没有让你失望吧 雷音音又啊了一声 下意识地对上了李牧那暖暖笑容的目光 不知道怎么的 一下子突然不紧张了 脱口而出道 马马虎虎 还可以吧 说完 他就后悔了 怎么就鬼使神差地说出这样拖大的话 他身边的几个同学 也都着急了 音音这是疯了吧 竟敢和这位大人这么说话 千天之境之上的人 可以称之为大人了 李牧哈哈大笑了起来 好吧 那下一次 我好好表现 他笑道 以后遇到什么麻烦 可以来找我 这话一出来 雷音音又愣住 而周围其他人 则是羡慕极度恨地看着这个少女 就因为在擂台战过程中 摇旗呐喊了几句 竟然就得到了一位可以秒杀先天的盖世强者的友谊 而且直接开口允诺 这简直就是运气逆天啊 早知道 他们也在战斗实体李牧那喊 那现在 说不定他们也可以得到李牧的友谊了 但是 转念在想 他们敢吗 天界上人 但是进入先天 谁都以为他必定是最后的圣者 这样的前提下 他们如何敢为必死的李牧加油 这其中 有利益纠葛在呢 只有雷音音这样没心没肺的脑残粉 才敢无所求无所拒地大声呐喊 这是他该得的 先天境界盖世强者一句话 可以兴盛一个小家族 可以庇护一人一生 得到这样人物的允诺 何等幸运啊 很多人都已经在心中暗自盘算 如果无法结交到李牧这样的大人物 那与这个奉名书院小女生结一份善缘 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 等于是间接地与李牧有了联系 李牧看了看雷音音的其他几个同伴 也笑道 也多谢你们了 年轻人们都兴奋了起来 李牧说完 穿上了外袍 朝着观战台方向走去 而这时 观战台上的众人 也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全部都从上面下来 恭敬迎接李牧 知府李刚已经提前离开 剩下的人 除非是先天强者 否则没有人敢在此时的李牧面前拖大 而真正的先天强者 对于两个大宗师之间的战斗 当然没有兴趣 所以不会出现在今日的擂台上 这些大佬中最多也不过是几个大宗师 此时面对李牧 低了好几头 李献祖 恭喜了 蔡之杰撞铁塔一样的身躯走过来 李牧道 基本操作而已 何喜之友 蔡之杰 周一玲等人 一正之后 都笑了起来 是人都讨厌狂妄的人 但若是一个有真本事的人狂妄 却又觉得合情合理 李牧无疑就是让任何狂妄都变得合其合理的那个人 公子 郑存健也行礼 李牧点点头 还有其他一些人 认识的不认识的 都上来打招呼 基本上都是长安城中一些有头有脸的大人物 君政商方面的大佬们 郑存健一一向李牧介绍 李牧对于这些人并没有什么结交的兴趣 勉强敷衍了一下 唯有介绍到五位大将君宁如山的时候 李牧看到了跟在宁如山身后的宁静 冬雪夫妇 这才笑着主动打了一个招呼 宁如山一看 就知道 今日带着这个树出儿子来观战 算是来对了 而且收获绝对是巨大 原本指望着李牧也就是一个大宗师 没想到 现在李牧连先天都能杀 完全就是意外之喜 郑存健不失时机的说了擂台大战过程中 宁如山与张成峰之间的矛盾 为宁如山说了几句好话 见过宁将军 李牧也打了个招呼 宁如山笑笑 英雄出少年 最终 李牧的目光 落在了开天神剑张成峰的身上 此时的张成峰 哪里还有之前那种意气奋发乖张狂妄的姿态 如双打了茄子一样 垂头丧气 他知道 天剑武馆今次一役之后凶多吉少 但是 他却也不敢跑 因为跑不了 以李牧在这一战中打出来的名气和地位 只要李牧想要找自己 只怕连官府都会帮他 李献主 我天剑武馆 败了 张成峰面色灰败地道 从今以后 我张家 再不敢与县主为敌 县主所到之处 我张家愿意退避三社 还请李县主手下留情 不要赶尽杀绝 李牧心中猛笑 这会来装可怜了 刚才还不肯罢休地要斩杀春草和下局 心思歹毒 这种人 不可放过 李牧直接一拳打出 将张成峰击飞 破了他苦修的内气 你 好狠啊 张成峰吐出一口鲜血 身形伪顿 看着李牧 眼中阴狠怨毒 李牧丝毫不为所动 道 今日一切 都是你咎由自取 以活人 活物恋剑暂且不说 当日 我杀张吹雪 乃是因为他杀死我母亲干女儿邱逸 一名长一命 并未再有追究你天剑武管之心 你却不思己过 鼓动天剑上人约战 更要残害春草下局 是想 今日我若战败 我的亲友 将会是何等下场 若说狠毒 我不及你 你要是再不服 我也不是没有杀过人 张成峰低下头 一句话都不敢再说 他怕死 死了 就什么都没有了 李牧伸手 道 天剑十六时密策 拿出来吧 之前 天剑上人被一拳秒杀打成了鸡粉 他身上的剑谱 也消失了 所以 只能向张成峰索取了 张成峰从怀中 掏出一个密策 递交上来 李牧随手参阅 其上的内容 却是天剑十六时无疑 点点头 收下来 这时 大风商会之主周德道凑上来 笑容很谄媚 道 李县主 我已经将一百万斤准备好了 这就立刻命人送到赶珠像 李县主 我儿子 李牧面无表情的打断 道 一百万斤 周会长 你怕是记错了吧 我怎么记得是一百五十万斤 啊 周德道愣住 玄疾交集地道 县主 但是分明是一百万斤 你明明答应过我的 可以延期 我 呵呵 你那些小算盘 以为我不知道吗 李牧道 我是答应你可以延期 但延期并非是没有代价的 要你儿子的命 还是要钱 你自己选吧 李牧懒得在和这样的小人多费口舌 李县主少年英姿 令人钦佩啊 一个头发稀疏满口 黄牙面目猥琐的老头子 凑上来 笑着道 老夫凤明书院院长叶九哥 前些日子 我愿叫习假作人在外招摇撞片 被李县主惩戒 老夫心中惭愧啊 听闻李县主有意我愿的凤明金库 老夫很欢迎啊 哈哈 从此之后 凤明金库对李县主永远敞开大门 县主随时可以来 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 李牧一看凤明书院院长话都说到这个分而上了 也就不好再说什么 道 那就多谢叶院长了 哈哈 好说好说 叶九哥撕着一口黄牙笑道 旁人看着他这一副猥琐的样子 都在心中摇头 曾经的叶九哥 一代美男 风华满长安 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竟让他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而在一边的寒山书院院长铁站 则是面色尴尬 他也想上来效仿叶九哥 与李牧化干哥为玉帛 但又大张旗鼓地发出寒山校友令 数次叫嚣要与李牧正面碰撞 此时如何能够拉下来这张脸 而且他现在都不知道 这一次所谓的寒山校友会要如何收场 如果李牧只是一个大宗师 那寒山书院勉强也可以与之对抗 但如今李牧已经是可以秒杀先天强者的怪物 寒山书院却是万万没有与之对抗的资本了 他之前做的一切注定要成虎头蛇尾 成为长安城中的笑谈了 李牧根本就没有注意到铁站 密集到手他准备离开突然又想起了什么 对着众人一拱手道 诸位我有一事邀请诸位帮个忙 若是有人可以做到 我可以厚礼谢之或者愿为其出手一次 不知道各位意下如何 众人一听精神都是一阵 这是个机会李献主请说 哈哈为献主效劳乃是我等的荣幸 建主但请吩咐在下必定全力以赴 大佬们表现得很热情 李牧道也不是什么大事 我身边一位侍女名叫明月 前些日子被一个自称是左路易的老乞丐拐走 我追查越鱼不见踪影 诸位若是能够帮我找回这个侍女 我定有后报 找人这是简单啊 建主放心必定全力以赴去找 哈哈我其今帮耳目灵通 找人这是简单 只要他还在长安府必定找回 众人一听这并不是什么难事 找人对于他们来说 太简单了连忙纷纷都硬承下来 这么简单就能获得一位先天境盖世 强者的友谊和承诺 实在是千载难逢的机会 李牧将明月和老乞丐的相貌 描述了一遍 又补充到 对了那老乞丐的身边 还带着黄白大肥狗 很是彪悍 说完 挥别 出了天剑武馆 李牧骑着马 郑存剑在身后跟着 如何开口来缓和李牧与李刚之间的关系 郑存剑心中美谱 还在琢磨着方式方法 缴人已经派人去赶珠像通知老夫人了 郑存剑道 李牧点点头 道 也好 既然如此 先不回去了 直接去叫房司吧 他要去见一见花响容 第180章大事不好 李牧当然不是因为大胜之后想要去找花响容爽一把 他还没有这个心思 之所以没有回赶珠像 而是先去叫房司 是因为李牧想要趁热打铁 在与天剑上人一战的感悟还未消散之前 去闻圣斋观花响容武艺去 借助着先天道体的尽道之力 将这种感悟推上一层楼 他已经快要成一个真正的武痴了 这也是因为对于武道系统和境界越是了解 李牧就越是感受到20年之内进入破碎虚空之境的难度 所以他必须争分夺秒 呵呵 还在等那个李牧来帮你吗 一位面色阴质的黑袍老人 坐在花响容闺房的茶室之中 自真自引 脸上戴着一丝淡淡的嘲讽之色 他的身后 站着两个戴着红色流光面具的武士 红袍 战靴 雕旋弯刀 似是两尊安静的死神一样 散发出令人窒息的气势 对面 花响容 丫鬟心儿 还有白轩妈妈三个人 面色难堪 带着愤怒 李公子在今日擂台上 大战上风 碾压天剑上人 很快就要到来了 轻儿像是一只炸了毛的小母鸡一样 忽在花响容身前 鼓足勇气道 白轩妈妈也道 不错 我们收到的消息 李牧公子迎面很大 战胜了天剑上人之后 他的名声地位 必定会在上一层楼 前护法你应该很清楚 这位少年大宗师青木花 你若是强行带走花 到时候 少年大宗师一怒 你们雪月邦只怕 师爷会头疼吧 哈哈哈哈哈哈 音质黑袍老人大笑了起来 你们受到的消息 只怕是有些之后啊 李牧一开始 的确占据了上风 但是 本护法得到的最新消息 却是天界上人临阵突破 已经进入先天了啊 什么 不 这不可能 花响容师生惊呼 面色顿时变得煞白 他虽然不懂武道 但却也知道 先天这两个字 意味着什么 白轩妈妈也是面色大变 天界上人进入先天 一如先天 天阔地宽 如果天界上人真的进入了先天 那岂不是意味着 李牧一点赢的机会都没有了 白轩面色迟疑的看向门口 翁圣斋毕竟不是专门的消息机构 所以消息来往传递 是需要一定的时间的 所以信息之后 之前不断有消息传来 说李牧在擂台上 完全压制了天界上人 而关于天界上人进入先天的消息 还在半道上走着呢 李牧 必死之人而已 黑袍老人前护法冷孙一笑 道 我雪月邦的邦主 天纵神才 资质无双 更是得到了当世神宗的青睐 得以传授无上神功 绝其已今世必然 就算是少年大宗师又如何 在我家邦主的面前 依旧如土鸡娃狗一般 不堪一击 原本鸡风山上的约战 就是李牧人头落地之时 不想他自己命薄 无福与我家帮主一战 直接死在了天界的手中 嘿嘿 花响容 你不过是一个青欧妓女而已 竟然敢违逆我家帮主的意思 你可知 如今这长安城中 就连知府大人 也未必敢对付我家帮主 白轩妈妈听到这样的话 面色一变再变 她知道 这个狂妄的音质前护法 说的是真相 最近一段时间里 雪月邦的扩张是疯狂的 简直是有些不可思议 从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帮派 突然崛起 许多有意无意招惹了雪月邦的人 不管是谁 都神秘地消失了 而且官府也从来都不查 调查这件事情的人 也都消失了 这一次 雪月邦主欲强行燃指花响容 白轩妈妈暗中找了许多路子 想要解决掉这个事情 但却都没有效果 一些在长安城中地位颇高的恩客 都有意无意地提醒白轩 不要去招惹雪月邦 在雪月邦的背后 有一股别人招惹不起的力量 便是东城区分手 牙门守备菜之节这样的狠人 也不愿插手这件事情 可见问题之严重 如果李牧真的死在擂台上 那岂不是 白轩妈妈无奈地看了看花响容 唉 这个孩子 苦命啊 怎么样 呵呵 花大家 我劝你还是死了李牧 就你这条心吧 老老实实去伺候我家大人 因至老者前护法面色冷森地道 然而 花响容这个时候 脑海之中 却是一片空白 别人说了什么 他根本都没有听到 他的心中 只有李牧一个人 如果李牧公子他真的 那我就去陪他吧 花响容的脸上 已经出现了死质 要我去雪月邦 绝对不可能 他神色坚定 从容之前的金句 一扫而空 道如果李公子不幸罹难 那我意愿随他去九泉之下 生意何欢 死意何惧 只不过是 有死而已 小姐 不可以 你 丫鬟心而极了 前护法勃然大怒 困然起身 道 哼 事到如今 你还如此不识好歹 想死 哪里那么容易 落在老夫的手中 你就算是想死都死不了 说着 他直接出手 一个内气手印 直接从掌心之中脱胎而出 朝着花响容抓去 这个前护法 是个高手 然而 哼 一声轻响 花响容的身上 突然涌起一股光滑 直接将那内气手掌震碎了 嗯 前护法身形一晃 面色一阵潮红 大惊 道 你 你竟然懂得武道 你 你是大宗师境的强者 花响容面色茫然 白轩妈妈和心儿 比前护法还要惊讶 恩 李牧的面色 猛然一变 有人对花响容出手了 他能够感觉到 自己留给花响容的那个欲吊坠之内的阵法 被激发了 秋 他的身形 化作一道闪电 朝着文圣斋的方向飞射而去 如星丸跳之一般 在街道两侧的建筑上 不断的跳跃 速度极快 转眼就消失了郑存剑的视野之中 怎么回事 郑存剑一惊 旋即意识到了什么 驾 他催动跨下青棕马 带着菊花豹 朝着文圣斋急速赶去 李牧的速度极快 犹如闪电 风声在耳边呼啸而过 不过是二十多夕的时间 他就到了文圣斋进前 秋 李牧直接飞射落在了三楼阳台上 然后推开外门 直接走了进去 里面 正是花响容归房的茶室 李牧目光一扫 就看到了面色惊怒悲伤的花响容 心儿三人 然后又看到了黑袍老者 和两个红色流光面具武士 李公子 花响容惊喜地欢呼出声 他做梦都没有想到 前护法口中必死无疑的李牧 竟然就这样推开门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巨大的兴奋和喜悦之下 他想也不想 直接冲过去 扑到了李牧的怀里 将李牧紧紧地抱住 呃 温香软玉抱满怀 李牧整个人猛然之间也愣住了 这么主动 这么热情 记得上一次的时候 这姑娘还挺矜持的啊 李牧一时也搞不清楚状况 只好张开双臂 也不敢真的将花响容抱住 趁机占便宜这种事情 虽然他也很想 但是毕竟还没有感情基础啊 什么 前护法也吃了一斤 李牧 这个少年人 就是李牧 不对啊 他不是应该被进入先天的天剑 给打死在擂台上了吗 怎么活着回来了 难道天剑上人竟然大发慈悲之心 没有杀他 不过 前护法很快就冷静了下来 哼 李牧来了又如何 他冷笑了起来 道 呵呵 真是感人的一幕啊 狼情惬意的 花响容 你如果不想李牧死无葬身之地 那就乖乖和我去见我家帮主 伺候好了 或许约战之日 我家帮主 还能放他一马 否则 嘿嘿 花响容立刻就是一颤 李牧皱眉 看向白轩妈妈 问道 这孙子谁啊 白轩妈妈这个时候 略微回过一些神来 连忙将前因后果 简略地说了一遍 雪月邦 李牧亚然 没想到 雪月邦竟然在长安城中 还有这样的能量 之前调查的信息里 雪月邦不是一个连入品都没有做到的小帮派吗 嘿嘿 不错 老夫雪月邦左护法前多 黑跑老人前护法傲然冷笑 道李牧 你竟然狗活了下来 呵呵 给你一个忠告 不想死的话 放开你怀中的女人 她不是你所有资格占染指的 我也给你一个忠告 你自己抹脖子自裁 我就留你一个全尸 否则 你会死得很难看 李牧神色冰冷了起来 他妈的 虽然花响容还不完全是我的女人 但闻圣摘谁不知道 我已经放话要护着她 你这种拿礼貌出来的野鸡 庄大尾巴音 竟敢对她动手动脚 还敢在老子面前装逼 就该死 哈哈 哈哈 前护法大笑了起来 道 这是我今日听说过的 最好听的笑话 李牧 收起你那一套吧 少年大宗师的名头 对本作可没有任何意义 我血月邦之中 有的是大宗师 话音未落 一个匆忙的脚步声传来 护法 前护法 大事不好 一个血月邦的探子 急匆匆地就冲了进来 一脸的慌乱 前护法面色一冷 道 慌慌张张 成何体统 什么事情 那探子张口要说什么 一看李牧也在 顿时震惊 如见了鬼一样的表情 张着嘴 竟是一句话也都说不出来 浑身颤抖了起来 再见 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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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